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我交往了两年多的女朋友 一眼看上去她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子 但实际上她是个集体性 还喜欢多艺 每次她生气的点我都理解不了 在我看来她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无法体会我的想法 我们分分合合来几次 大大小小的吵架也是无数次 我找不到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她相处 她爸爸也不支持我们在一起 而且我们两人的消费观也不同 好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在怎么继续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坤24岁 来自湖南工程师 女嘉宾小文22岁 来自河南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吗 对 我们是大学校友 你高她几级 我高她两级 你毕业胎在读书呢 对 现在这个小片的最后 自己问了个问题 问我们说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 我大概听小片的时候 总结了几个东西 我就围绕你小片你自己说的 我们来听听细节好不好 第一好像是说 看起来很活泼 但是脾气很急 这个急的背后理解 是不是觉得这女生脾气比较大呀 对 感觉她有时候脾气确实 你举例子说给老师们听好不好 上个月她回老家办点事 正好然后那天下午的时候 我在工地上那个工作 她给我打个电话 当时我一听电话 我就觉着感觉有点不对劲 我就觉得感觉她怎么发火了 是吧 就稍微失态一点了 我问她说 亲爱的那个怎么生气了 我不问还好 一问更吓人 那彻底爆发开了 直接火大了 为什么这样呢 我前一天我就已经给她说了 我说我第二天我要去办我的档案 我学校里边需要的档案 我说我要跑一整天 第二天就是天气特别特别热 天气一热我就有一点心烦 重要的是我来回折腾了好几趟 然后那个公交车还没有空调 当时她一天她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她前一天是知道我要去办档案的 然后晚上五六点我办完了我回家 我就想着给她打个电话吧 看她在干嘛 我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问我今天有没有把这个档案办完 上来就问我 明白了 怎么又生气了 她都不知道 明白了明白了 她只知道你生气了 她忘了你认为很重要的事 办档案是这意思的 对 我前一天就给她说过了 类似这样的事应该很多是吧 对 你再举一个我们听听 就比如说以前有次她坐火车 她坐个夜车我就陪她 我就陪她视频电话里都陪她 等到她十一点多困难的时候 她睡觉的时候 然后我就继续去工地上上班 这太厉害了这男生 来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多 那个工地上出了一点状况 我就急急忙忙 早饭没来得吃 我就去处理事情去了 然后忙到差不多十点钟了 突然想起 她是九点零九分到 我就应该联系一下她 然后我就打电话到她 结果又火了 她知道我坐的是夜车 知道 本来我一个女生坐夜车 就不太安全嘛 她知道我九点零九分下火车 她快十点的时候 她问我你下车了吗 我当时我就心里面特别生气 明明知道我几点下火车 快十点的时候 都将近晚了一个小时的 问我有没有下车 我特好奇问一句 这火车缓缓地滑进站的时候 你就没拿起电话 说我已经到了吗 你没给她主动打一电话吗 她都不主动关心我 我坐的还是夜车 我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呀 她作为男朋友 我们现在还是异地 她都不知道主动联系我一下 关心我一下 所以这个年轻的同学们 你们听一听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 再举一个例子 很有意思 就是说也是一个最近的事 最近 我俩见了一下一次面 都日晒八干了是吧 九十几个你赶紧起来吧 是吧 咱们趁着那个 咱们在一起时间也不多 咱们赶紧就是出去要多 玩一会碰面是吧 她不啃 然后结果就在床上睡懒觉 然后我就催她几句吧 这又火了 我是来找她 是来玩的 你们俩为什么异地了 她回他们那边工作了 我还在上学 她回湖南了是吧 对 那你在哪读书呢 我在郑州 所以是这么一地明白了 然后你去湖南找她玩 对 然后呢 我就是趁着星期天嘛 然后我有一点时间 就想着去看看她 对 然后我坐车坐得那么累 第二天 我想多睡一会儿怎么了 而且又是夏天 天气特别特别热 我就不想出去忙 我本来就不白 再晒黑了怎么办 我就想着下午 天凉快一点 再和她一块出去 然后她就一直讲大道理 一直在那说我 说我不起床 说我不懂 没有时间观念 就一直在给我讲这些 是是是 我就觉得她特别地无理取闹 怎么是我无理取闹 是吧 你平时你不要这样 你包括寒假暑假在家 你不管是上不上课 或者说有没有实行 你都是这样 早上九十点起 然后十一二点才起来 你说是吧 你才年轻 你才二十岁出头 你整得像一个老年人生活似的 是吧 这多不好呀 是吧 我让你早起一点是吧 多好 老年人起得都很早 我们这老年人起得都特别早 年轻人才睡懒觉呢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小片里还说你们分过手是吧 对 经常吵架是吧 对 你们吵架吵最厉害的吵多久 我这样跟您说吧 我们不吵架时间是二十五天 平时都是一天小吵 两天中吵 三天大吵 四天暴吵 你们都是这种情况 然后第五天就会分手了 第五天不会分手 第五天就是变冷了 那你们分手过几回 谈了几年 两年是吧 两年多了已经 分了三回 四回 三回 分了三回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说到分手 不提还好 一提我就非常非常生气 第三次分手 是他跟我说的 他在分手之前 跟我承诺的特别好 因为我们两个异地嘛 就平时联系 也就是靠电话 他跟我承诺什么 以后一直在一块 什么 你这样急脾气 我也包容你 但是分手的时候 我就想着 我也不能一直让他主动 我就主动联系他嘛 我想挽留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 他就特别冷漠 和之前的反差特别大 他就说 哼 又打电话干嘛 然后我说你在哪呀 我在哪和你有关系吗 别跟我说了 我现在在玩游戏 就把电话给我挂了 我当时觉得特别地寒心 就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咋又好了呢 首先 毕竟心里头还有他 然后第三次 是我说 不是 那会确实是对他 特别地失望 自己也特别 因为啥事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 多大的事 就是因为一些生活中 琐碎的小事 把他吵着吵着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样 去跟他进行 正常有效的沟通 就是我觉得当时想着 两个人之前 连正常的沟通 都沟通不下去了 那还怎么相处下去呢 沟通都不沟通不了 那就还是分了吧 那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正好也是过年那些天 然后他就天天地 那个跟我说什么的 再加上我自己 我心里我确实 还爱着他什么的 他自己也跟我说 以后不这样子 我想了一下是 一个女孩子 他都这样子说 是吧 你一个大男人 是呢 你跟着那个点吧 然后我又跟他复合了 行 这个吵架是主旋律 分手也是常有的 在一起好像就变成了 特别值得珍惜的时光了 后面还讲了消费观是吧 我是属于那种 自己特别有规划 他呢就是属于 有一块钱是一块钱 就举个例子吧 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他正好出去实习 那个拿工资了 然后他跟我说 说亲爱的我要存钱 当时我听着 我觉得这开窍了是吧 然后结果等到四月份的时候 我去看他 我就跟他说亲爱的 这这个月存了几十块钱 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 没有存 然后我说 没事是吧 这刚开始慢慢来 然后他说 没有存 我还欠了点花呗 但是我还是跟他说 没事没事 然后等到五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又问他说 媳妇上个月存了多少钱 然后他就更不好意思地说 还是没有存 然后他就跟我说 又欠了花呗 我的心里 我的天哪 这咋回事 但是我表面上 我还是跟他说 没事没事是吧 人总有接二连三 倒霉的时候是吧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又去 他干 他不说话 我一看他那样 估计坏了 肯定又欠花呗了 是花呗是吧 对 然后像我自己平时的话 我对我的公司 都是有规范的 我都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那个存钱 为了我跟他的以后 第二部分就是用作 我俩的一个恋爱基金 最后一部分就是 给我自己留的一点 小零花钱吧 哎呀你一个月 挣多少钱啊 要为未来的他存一笔 要为今天的他存一笔 还要给自己存一笔 你一个月挣多少啊兄弟 你怎么能存钱啊 我那个刚毕业也没挣多少 也只有五六千块钱 但是我觉得 你这五六千你每个月存了多少 我一个月我能够存个四千多吧 你是吃住在工地是吧 对我吃住在工地 人家吃住在工地 生活用品都是全包的 会省啊 行 这个花呗啊 花怎么样 还了呀 我给他还的 你给还的 他就帮我还过一次 而且我现在也实习了 我自己有工资 我自己的花呗就是自己还的 我没让他帮我还 但是他每一次都逮着这件事情 就给我讲一大堆大道理 上个月你还瞒着我 又花呗买他 那个五千多块钱苹果手机 我这就是自食其力 我用自己的工资 对不对 我用自己的工资 然后供着自己 我不让我爸妈操心 我现在作为学生 我拿着实习的工资 我可以啊 我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呀 但是他每次就逮着这件事情 说你这符合科学逻辑道理吗 你就不能向我学学吗 你看我 他就给我讲一大堆 所以我就听着特别心烦 那像你这样 咱俩以后 我敢把工资卡交给你吗 我工资卡交给你 每个月只进不出了 你说这咋整啊你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你如果这样对我的话 咱俩还有以后吗 对对对 我问一句 如果你们俩有以后了 谁管钱 我管 他就是那种 只可进不可出的人 但是批修 最后一个儿 就是说他父亲不同意是吧 对 为啥呀 为啥不同意这小伙子 他肯定是远呀 工赞和南又离那么远 而且他以后肯定是想着让我过去 我爸就不放心嘛 然后我爸就特别担心 怕我以后过不好 怕他对我不好 那咋办啊 他如果是现在这种态度 那我肯定没有以后呀 但是他如果能改进的话 那就再说 我都不知道他 为什么那么多大道理 你见过他父亲吗 见过 16年年初嘛 开学 那会儿我在上学 然后那会儿 正好我们刚和好 然后我 16年年初可有日子 这是18年 16年 对那会儿是16年的时候 然后年初 然后他就问我到学校没 他说赶赶紧的 我说啥事啊 然后他说你赶紧过来 事情之前到学校 我一听啊 我早上我8点都下火 我马上打南哥出自去 马上跑学 我说啥事啊 然后他领我到校门口 我一看 他爸跟他妈处那里 当时我心里我就懵了 这也没提醒告诉我 然后事后他跟我说 他爸妈想看看我 看了吗 看了 吃饭了吗一起 然后没有在一块吃饭 那你爸妈特不满意他吧 我爸妈不反对 我在大学谈恋爱 觉得有男朋友也挺正常的 但就是他太远了 我爸妈不放心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是怎么回事呢 他家里头 包括他 他妈妈呀 他哥哥 嫂嫂和他姥姥 都不反对我们在一起 就是主要是他爸 而且我俩还是 瞒着他爸在一起的 那今天这节目一播 他爸不就全都知道了吗 没事 他爸平时不看电视的 这个功课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在这个小片里 你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呢 我觉得会是我们以后走下去的一个阻碍吧 是一个必须要解决掉的一个问题 想过以后要走下去吗 想过 咋走啊 这边我自己的工作刚升职嘛 我对以后我 都升职了 对刚升职了 厉害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后工作肯定也不会差 再加上我自己又特别努力 等工作过几年之后 我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嘛 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 到时候 我再跟家里凑凑点钱啊 什么的 先付到首付 然后也写上他名字嘛 然后就是能够也给他一些安全感嘛 明白 你们觉得你们俩这个现在的关系适合在一起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是很大问题 处事风格也有很大问题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所以这么一段关系啊 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思维模式导致价值观的不同 一种叫感性思维模式 一种叫以性思维模式 女方会觉得你能够让我开心 你抚慰了我的情绪 你不让我生气 就是你对我好 对吗 男生整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把你接过来 我存了多少钱 将来结婚的基金 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进入了一条预设的轨道 所以你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愿意为对方改变多少 我愿意站在他那种理性思维去想多少 我愿意去抚慰他的情绪多少 我愿意用他的感性思维去想多少 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去为对方做改变 那么你们的不合适会越来越增加 爱会越来越少 最终是无法去容忍对方 所以合不合适这件事情 是你们最后终极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愿意容忍多少 我愿意改变多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觉得这男生说了这么多 特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对我那样 我爸每天早上打电话 说 起床了吗 你怎么还睡觉 你不想让我跑步去 你知道就这种心理 然后这种心理就会让我有一种逆反 你越让我起床去跑步 我越不想去跑步 就是你是一种说教型的男友 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来说 我不需要懂那么多的道理 我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我也知道早起 按时吃饭对身体好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是想睡懒觉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引导我 但是不要教导我该怎么做 你是男朋友 你不是爸爸 我没有义务 必须要听你的安排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是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现在你给他的一种感受就是 好像所有的事情 你都是正确的 你是那个风向标 我必须要向你看齐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如你的 这样的话就在感情上产生了一种 不对等的心态 我好像感觉我永远低你一头 你永远那么高高在上 所以就那句话嘛 就是你懂得真多 你说得都对 凭什么呀 这就是女孩子的心态 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 说了一套一套理论 可是我真正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你记住 我今天去干了什么 能够及时给我打一个电话 及时给我问候 这是她要的 明白了吗 那对女生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一直在强调说 她没有时刻地关心我 她没有时刻地给我那么多的关怀 可是我想问的是 你有时刻给她关怀 和时刻给她关心吗 你知道你坐了一夜的火车 她陪你视频熬夜 然后第二天还有工作 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所以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有用这种相互理解的心态 去理解了对方 你就能知道对方为你付出了多少 学会更多的容忍 更多的包容 其实是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的一种心态 明白了吗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 谢谢刘娜老师 来 刚开始男生说的是无法沟通是吧 对 这无法沟通的背后是什么 并不是你们彼此的生活习惯的相冲 而是彼此不认同的相冲 你想管住她 你是看不惯她这种方式 女孩也同样 有些小毛病 小脾气是可以发的 但是真是这么没有节制吗 真是要这么吵下去吗 这么吵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 明明是不够深爱对方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纠结的在一起 有什么意义吗 所以说我给你们建议是 最好是能够冷静的想一想 就这样 好 谢谢齐总 来 杜老师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喜欢讲道理的人 但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 我们不喜欢讲道理 这句话不只针对于女生 同样也针对于男生 这种所谓的不讲道理 俗称的任性 不简简单单指的是索取 也有付出 总而言之 那是一种不理性的疯狂 但是在情感当中 的确要有这么一点任性 我始终认为 那些把生活规划得特别好的人 是有点冷的 他们天天在算成本 算生活的成本 算情感的成本 以便用最小的成本 来换取最大的幸福 但其实算来算去 幸福感早算没有 我也觉得这个男生爱你 但没有那么爱 事实上在他理性规划的整个过程当中 很少有这样同年龄的男生 这么会过日子的 这是他的优点 但优点的背后 也有他强大的压力和缺点 的确你们两人的性格是互补的 但互补的性格 未必能够在一起生活的特别好 也有可能因为性格的截然不同 两人过不到一块 所以如果要互补 是有一个基础条件 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只用来要求我自己 而不用来要求对方 比如说男生是一个节俭的人 是一个有规划的人 这是他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 但我只用这种生活方式 要求我自己 我不用这种方式要求你 我不要求你的公司 每个月也化为三份 跟我一样 这是一种生活习性的尊重 你也是一样 你是个月光族 你不能要求别人也像你一样 没有止境的话 所以说说来说去 还是最后一句话 性格互补能够慢慢变老 但前提条件是 我们先管好自己 我们不要老想着去管别人 长久以来几十年的生活习惯 审美等等等等 甭管是感性还是理性 在尊重的情况下 我就是把它用来对自己 而不来对别人 比如说我也是一个节俭的人 我甚至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 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去要求我的妻子 那样的话他就会很累 那不是他的习惯 而事实上当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地上很干净 当然那是表面上 厨子里角落里到处都塞了东西 但在那一刻我不会生气 我不会认为他是在蒙骗我 我会认为他为了让我高兴 他做出了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只管好自己 同时在把他接到湖南去 瞒骗着他的父亲 想把他做成木椅成舟 你认为这件事情讲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 所以你也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你的讲道理完全是顺我 就讲道理 不顺我可以不讲道理 你的不讲道理是建立在自私的情况下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 其实你也想省钱 但因为有这么个会存钱的匣子 你觉得我存钱的义务也就少了一些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生活的本质是让我们快乐 轻松 爱情的本质是让我们在轻松当中 有一些小惦记 有一些小冲突 有一些小不愉快 但是它让我们内心更加的愉快 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生 可以依托在一起的一个人 可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谈恋爱 把这个恋爱谈得特别拧巴 非要逆流而上 我觉得你们俩恋爱就谈得特别逆流而上 天天在一起吵架 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这我的想法 所以我最后琢磨出那点人生的道理 其实特别简单 如果你能让你的生活一直处在顺境里面 就千万不要给自己去制造麻烦 让自己逆流而上 生活是这样 工作是这样 情感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一段感情 如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特别的累 是痛苦的 是不快乐的 是制造麻烦的 为什么要在一起 祝你们快乐啊 那会我上大三的时候 你上大一 你在学校食堂兼职 然后一来二去 咱俩也都在一起了 像咱们现在 能够大学毕业之后 还在一起的是确实不多见 反正我跟你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以后想跟你一直走下去 我这边 我确实是现在加上升职 我工作确实特别很忙 对你疏忽了 没有那么关心 但是我请你知道 我 你还一直都是在我心里面 我一直都挂记着你的 你挂记着的那只口红 我也那个托人 从国外给你带回来了 就是我身上你有不满的地方 我会尽力去改 然后同时我也 会找到更好的方法 方式来与你沟通和相处 你每一次都这样说 我都不知道这一次 到底该不该相信你 好了 时间到了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吧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我真的希望 你能听取各位老师的意见 多照顾一下我 好好好 来 请亮灯啊 如果你们要在一起 就好好地在一起 不要再那么去争吵 放弃个人的很多东西 多打磨打磨 如果你们想在一起的话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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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他们能把爱情 谈得这个轻松一点 不要让自己那么苦 如果把每一段恋爱 都谈成了这个苦情的话 人生是不是就 缺少点意思了 本来是为了让你幸福的 结果你弄得那么苦 我们祝愿天下有情人 都开心快乐 来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呢 2008年结婚 现在呢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 有时候说几句话吧 就动不动就吵起来 然后推我一把推起好远 有时候就还经常喜欢 和朋友出去喝酒啊 打牌之类的 感觉这日子 没法过下去了一样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寻求下一个十年婚姻的 经营之道 来吧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郭先生 34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杨女士 33岁来自湖南公司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十年了 对 孩子多大了 孩子今年快十岁了 孩子的生日是 11月初一 老婆的生日是 5月13 对吗 对 还行嘛 不像你说的嘛 什么都不关注啊 不都记着呢嘛 他就是做了一下功课 恶补了一下 哎呦 他还知道我问什么问题啊 老婆人好吗 好 对你好吗 好 对孩子好吗 对孩子也可以 你还喜欢他吗 喜欢 这也是补的吗 这个他自己说的 算实话吗 你觉得 以前算吧 现在就不知道了 但你说他怎么做的 让你觉得不够贴心吗 就是年前嘛 他朋友的妈妈过生日 其实到时候 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嘛 刚好遇见了几个很久不近的 那个朋友 当时他们就说要通通开关 然后喝一场嘛 我就在旁边 我就跟他说了几句嘛 你还是少喝一点 别喝那么多 他就不乐意了 然后就给我脸色看 我那几个朋友都带了老婆去了是吧 就他在平常说这个说那个的 你脸色就告诉我 就那天晚上就结果就喝多了不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跟他吵了起来不 他就使劲一拖 我力气没 他大嘛 就被他摔到了地上嘛 动手了 对对对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你觉得你怎么样啊 我喝酒其实也喝的少 像您一周出去喝几回酒啊 我一周基本上 这么说一个月喝几回呢 一个月差不多平均下来就一两回吧 还有别的吗 就记得是去年嘛 我就去原来旅游 然后呢我们开始去的时候 他还是每天和我视频聊天呀 后面过了几天 他就没有一点 现在开始的时候嘛 本来就是他发视频 打电话 有时候他就不接嘛 他去玩去了 有时候手机放在包里面也没听到 晚上一般都是到了八九点 九十点钟打电话 他才接嘛 到了后面那几天 我有时候就把儿子搞完作业啊 很晚了 就睡了 就没打电话 他不跟你打你干嘛不打呢 我想着他应该主动一点联系我嘛 到了要回来的那天嘛 我就打电话了 我说我急得下飞机 让他来接我一下 他答应的是蛮好的 下了飞机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来 为什么不接啊 我那天本来是不准备出去做事的 但是那天有几次我就出去了 回来就差不多快到他下飞机的时候了 所以我就说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自己做个车陪吗 不是忘了 是觉得时间赶不上烫了 是这意思吧 我朋友嘛他是从家去了 都赶过去接他老婆 我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了 我老公一定会来接我了 接我就没有来接 我就感觉很没面子吧 主要是没面子 说明就是我在他心里就没有什么地位 他就是对我不关心 不照顾一样的 还有什么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你接着说 就下班一个礼拜有那么几天晚 吗要十一二点 我接着要求他去接一下 有时他就打电话就打他都不通 不也就不担心我的安全 能不能安全到家 也不能没有回家也之类的 然后等我一回家了之后呢 他就已经去找了 你一个礼拜就上两三天晚班 到有时候到差不多到十二点慢一点 我本来就白天去做事就很累嘛 就晚上就有时候就睡着了 但是我一般都是去接着的 没去接几回啊 有两次 您上这种晚班大概上了有几回啊 反正一个礼拜两三天 一个礼拜两三天 一个月大概是八天左右是吧 那您上这个班大概上了多久 上了有一两年了吧 哦 然后他缺了两次港 这就是不关心你了 这老公做的 你敢自己睡觉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今年我们结婚十年了不 十年十年 就结婚纪念日这天呢 我还是记得 但是我也就没有提醒他 我希望呢 还是期待他能够给我一点惊喜吧 结果就因为他从来就没有 对我有过什么浪漫啊 有就什么特别的礼物都没有过 哥哥您说慢点 他从来没对你有过浪漫啊 对没有过 是从来没有过啊 对 是从结婚第一年到结婚第十年都没有过啊 没有过啊 然后呢 我就想着他能够给我一点惊喜 送点礼物之类的 就一直白天他没有任何表示 晚上我希望他是能够想起来吧 结果晚上也没有 突然晚上吃了饭嘛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也不晓得就是干嘛去了 他记得是阎历嘛 我其实是阎历还是记得 就是四月十七嘛 但是阎历我就忘记了 不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我那天晚上回来的话 他睡在沙发山就不理我嘛 行 知道了 那九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前九年不也没浪漫吗 为什么非要第十年浪漫一下呢 前一年的时候 感觉他也是蛮细心 蛮拉格的 明白了 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这几年他就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就不关心 不上心了 这个逻辑就听明白了 大家听啊 前九年我不在乎你 跟我过不过 浪不浪漫 是因为我感觉你对我好 你会接我 你不缺席 我什么你都特关心 而今年特别在乎 所谓的形式主义 是因为我感觉 你没有以前那么的细心 没有以前那么的在乎我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今年是第十年嘛 是是是 大日子 人生又拿来的哪些十年了 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 所以今天来我们这儿 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吧 在十年的这个婚姻的 这个过程当中 来一次爱情保卫战 这是一个纪念 这对你吗 对其他人怎么样 我就希望他多管管儿子 我儿子有一天晚上嘛 八九点钟了还没到家 我刚好下班回家 我就问他再去哪里了 儿子那天刚好做完作业嘛 他就跟我说 他说去同学家玩一下 我说你去吧 你早点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儿子嘛 他就问我儿子到哪儿去了 我说儿子出去玩去了 他就怪我什么 就不陪了就出去了 让儿子一更出去了 就因为他每次都不陪儿子出去了 结果那天他就骑自行车 然后就磕破了那个脚拨 谁磕破脚拨了 儿子啊 他骑自行车嘛 他都不想什么时候学会的 我就希望他还是能够陪着我 因为小区里面那个车又多嘛 你知道儿子什么学会自行车的吗 他自己骑着我第二个车学会的音色 人家就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磕破磕破了吗 很严重吗 磕破了流的血不 听明白了 反正对老公你也不打算要了 对吧 我就是希望他能关心一下儿子嘛 也多关心一下我的感受 有时候也就估计一下我的感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 我觉得你老婆挺虚道的 你觉得了吗 有一点 你敢说吗 我不这么说 你不这么说 就是别藏心里啊 你们家的大事小事基本谁管啊 基本他 你是执行的 是这意思吗 你们家谁挣钱挣得多一点 我 你们家这个谁家务干得稍微多一点 家务都是他干得多一点 家务他干得多 你只管做饭 对 是吧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谁对家里的贡献大一点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你觉得这个两个人对儿子的这个经历 谁投入的多一点 那应该四五吧 你们俩谁到外面出去玩的时间多一点 好 这个 我是不是出去玩的多一点了 你先生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吗 不是 你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谁管啊 谁拍板啊 他那些说的是真的 他说我出去玩 出去玩的时候 他刚才回答那么多问题 基本上都是事实 只有在谁出去玩的多一点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说实话 对对 是谁出去玩的多一点 他出去玩的多一点 他朋友他是当地的嘛 我是外地的嘛 他朋友多不都在身边不 他就出去吃宵夜啊 喝酒啊 然后唱歌啊之类的 我呢就在家门口嘛 打电话就我出去坐一下 我就出去了嘛 那就是出去玩 他出去的话就是到这里去旅游啊 那儿去玩啊 行 好 听懂了 所以你想怎么样呢 所以我是想他还是回到以前一样 能够对我多加的关心 所以大家看看啊 十年 妻子有很多的埋怨 丈夫心里大概也有 还好吧 还好 多宽容一人啊 行吧 老师们看看吧 小孩十岁 结婚十年 从结婚第一年开始有小孩 前几年的时候 你在照顾小孩 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 慢慢的慢慢的 小孩越来越长大了 要去读书了 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老公好像外面朋友也越来越多 你还是没有朋友 你还是宅在家里面做家务 所以你不再是这个家的中心 你变得开始孤单 然后你变得孤单之后 你开始有埋怨和抱怨 其实你们发生的这个事情 在很多的婚姻和家庭里面都存在 习惯 熟视无睹 在夫妻生活里面几乎是一定发生 什么叫习惯 你坐在那边 你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他从你身边走过 他都没看到你 为什么 因为时间长了 我们之间的亲情可能多过曾经的爱情 再换句话说 为什么你会被习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你有什么区别吗 变化不大 对你变化不大 十年前的你是这样的 你十年后的你还是这样的 他用十年时间他怎么就不习惯你呢 他当然就习惯你了 所以想要不被人习惯 你自己就得有变化 想要让老婆少一点埋怨 就不要觉得我拥有这个老婆 要珍惜 两个人永远都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都在变 我们一直都在珍惜 这样一段关系 才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好下去 这样我们今晚算不起的小事情 才不会让两个人的心态崩溃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你们刚才描述的所有的场景 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 哇 这个女人好幸福啊 就一次不接机 在你来说就已经是大事了 因为他以前就 对 因为他每次都接 因为他我就 所以一次不接 就会造成你觉得 这个男人不关心我了 你想想长达十年的婚姻 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付出 然后呢 稍微有一丁点的不对劲 你就会觉得 他不爱我了 或者说 他对我 没有以前那么照顾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看不到自己拥有的 而且我想说 婚姻当中两个人的互动 一定是相互的 他给你打电话 不是永远要一直 他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能 回过去一个电话 问他在干什么呢 而且在你们两个人 刚才的对话了解当中 我们分明能感受得到 其实他对家庭的付出更多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好想一想 自己拥有什么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你们结婚十年 刚才我听到之后 我心里也是一动 因为我跟我老婆 也恰恰是十年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给我一个提醒 我在十周年 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 男生其实对家里 对老婆付出很多的 只不过呢 不是很愿意去说 或者说 不愿意去改变 老婆一直说 你不够关注我 你不够关心我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只不过是 我们从初恋 热恋到结婚 到生活 其实关注的形式 是在发生变化的 我就在脑海里 想一个场景 我在和我老婆谈恋爱 结婚的初期 我都在用眼睛 和心一起去关注她 比如说 她一出现 我的眼睛 一直是在她身上 不管我们 在一起做什么时候 我经常会看看她 现在呢 我更多的是在用心 比如说 老婆下班回来了 我知道她回来了 我心里有踏着 但我不会再去 关注她的脸了 不再关注她 回来之后 她做什么了 但是她一直在我心里 如果哪一天 本来应该 她是六点半 一定会到家的 但今天的七点 还没有到 我会很着急 我会给她打电话 她可能那个下班路上 去买水果 买吃的了 回来晚了 我放心了 但她回来之后 我依然不会关注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的关注是在用心 老婆这会儿 是能感受到 OK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近期 近一年以来 你老婆已经不再 满足于 如此方式的关注 而你呢 这会儿就没有关注到 她的这一点变化 你应该去改变一种方式 去关注她 就比如说 以往的九年 我的结婚周年 我都不会准备礼物 我都不会做什么特殊的事情 但是第十年就需要去做了 明白吗 老婆有变化了 你要关注到 你要随着这个变化 也去变化 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 我相信你们会更好 就这样 好 谢谢崔老师 来 胡老师 十年前 你是一个湖南美狗 十年之后 你已经是一个湖南堂客 叙叙叨叨叨变得了无声趣 你们是认识大概四个月左右 就结的婚 你把她定义为是一个老师 我们很多人在 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时候 不是先去了解 然后再定义 恰恰相反 很多人都像你一样 先去定义 然后再去了解 当你定义她为一个老实人之后 在之后生活当中的长足了解 你发现 她不仅仅只是个老实人 她也许不老实 于是你就开始难受 你就开始不舒服 因为如果我要通过了解之后 发现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那意味着你要推翻自己 长久以来的判断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但其实人就是复杂的 她也许是有老实的成分 但是她也同样有 男人身上的一些惰性 或者是男人身上的一些毛病 你不可否认 说到她是否对你关注 是否关爱 想要让一个女人 长时间之内 得到一个男人的关注度 这根本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别说你 长得再漂亮的女人 总有一天也有看腻的时候 所以如果想要得到 对方的关注 有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让她对你形成依赖 这种依赖 小到在生活习惯上 对你的依赖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在生活当中 总有一个人 他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眨个眼睛 他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抬个手 他知道我到底是要水 还是要果汁 这其实就是一种依赖 这种依赖 是存在于长久的了解 也可以说是 像陆西老师所说的亲情 亲情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习惯 是和谐 是默契 包括心灵上的 如果你让一个男人 对你长久的形成了一种习惯 在你这儿有一种慰藉 有一种安全感 那么他就不会出去和解 他就习惯了 有心里话就向你诉说 他就习惯了 有事没事 总想找你说点什么 因为他不说的话 他不舒服 而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 长久的形成对于你的依赖 首先你要在心里去琢磨他 你要去付出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能给一个男人 以一种依赖的感觉 如果长久以来像你这样的抱怨 说你不关注这个 你不关注那个 其实到头来 只会让人越来越厌烦 所以如果想要得到关注 首先是要关注别人 为什么我们见到 十年几十年的夫妻 他们未必会像刚刚认识的时候 那么目不转睛 那么爱不释手 但是长久生活以来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无论怎么吵 无论怎么闹 到头来谁也离不开谁 因为早已经形成了习惯和依赖 你明白吗 你我就不多说了 你确实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老实人 就这样 祝你们十周年快乐 好 谢谢杜老师 在这儿我就问您一句话 夫妻两口子过日子 真有那么多对错吗 您自己琢磨 不是 您自己琢磨 您不用回答我 蓝生 也有一些小坏 对吧 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累了 有的时候确实是真不想接吧 没什么不想接 就真不想接 你就跟他说 其实你真的就说 我真的今天很累了 我不去接你 我相信真爱你的老婆 是理解的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过吧 毕竟结婚十年了 儿子的也这么大了 我也不希望在儿子的心里面 留下什么不好的 不好的吧 我还是希望你能改一下脾气 毕竟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吧 我还是觉得呢 你以前呢 是一个很关心我 体贴我的人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照顾一下 就是关心一下儿子和我 然后多感注意一下我的感受 就别老是想着出去玩之类的 希望你能够改一改吧 反正你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 我想真的 可能很难走下去 真的 我不想每次见面跟你说不到几句话 就吵架子 谢谢两位啊 回去吧 来请关门 来 又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还有委屈吗 没有 好 有委屈就有 从今天开始把委屈扔了 重新开始好不好 没有 你是故意的不准备礼物是吧 来我们节目过这个十周年纪念的 来吧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 十年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会改了几次 希望我们一起好好组织做 请量弄吧 二十周年是二八年啊 对 欢迎再来啊 不来了 咋这样呢 我们让你们好了 你们就不来了啊 希望他可能就会听老师的意见会改掉不 都改改都改 刚才我跟陆秋老师还在私底下 我们还聊天这事呢 陆秋老师确实说男人没有进步 后来想想也是 你比如说啊 男生有很多生殖啊 加薪啊 我在社会上面的一个地位啊 就是牵扯男生欲望的 咱们说人本性欲望的东西太多了 不仅仅是家里面那点情感的欲望 所以他的因素挺复杂的 两个人一起努力 好不好 可以吗 祝你们幸福快乐 谢谢你们啊 请回 谢谢 十年后我们再见啊 一定见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最近男友提分手 他的核心理由是 他经济压力很大 而我呢又给不了他太多的支持 我的工资比他高 可是呢 他说他不想花我的钱 说我赚钱也不容易 他说不要互相耽误 他想找一个条件好的 以后生活轻松些 我很痛苦 可他说他不痛苦 他想结束 我该怎么办 想要靠女人少奋斗几年的男人 他最爱的永远只有他自己 所以我想你应该 现在谢他的不取之恩 祝你幸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